2020年9月27日 今天獨報 第一七新聞是關於香港的十二門徒 十二個香港人自然偷渡到邊境 在中國水域被中國公安撤獲 現在中國公安表示 會向人民檢察院呈請批准逮捕這十二人 消息指十二人在上月8月23日 上集大約7時左右 在西貢布袋澳碼頭上登了一艘 由偷渡集團安排的快艇 其中一名疑犯負責開船 計劃經過內地海域走去台灣 以逃避香港實現的刑責 他們登船前已經向偷渡集團繳付了一定的資金 作為費用 香港警方根據港東省公安機 所提供的資料 和翻查海事處和水警的記錄 快艇是當天上午7時左右開出 任何7時半就在香港東南面水域 離開香港水域界線進入內地水域 超出了香港系統有效偵測範圍 水警數碼雷達保安系統最後偵測到快艇的時間 上午8時左右 當時快艇離開香港水域大約10時9海里 正在向東南方向航行 然後在廣東省的海警公佈說 內地海警早上9時在內地管轄海域 查獲那一艘快艇 當時的位置是香港水域界限以外 東南方約26海里 現在會申請將這群人正式逮捕 根據內地法律公安機構拘捕疑犯後 刑事拘留最長30天 之後要提請檢察機構批准逮捕 檢察院最多有7天時間審批 逮捕之後的偵測機留期 一般是刑事案件的最長7個月 但若發現疑犯涉及其他罪行 可以再申請延長激壓期 香港警方說現在正在組織和策劃 越境犯罪方向調查案件 這12個自動送中的人士 現在就在中國 中國一向來說 就是你凡事是不是都鎖氣息 然後再慢慢調查 這跟香港不同 保釋機會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不相信他們有機會保釋 至於可否跟家人聯絡 很多時候都不允許 因為免得通風補訊 這是一個不同的法治體系 大家要記住自己自動送中 這個與人無由 香港現在其中有一個 已經因為昨天的前一 缺席 因此已經被發出拘捕令 要通緝 所以就算在中國搞定了 坐牢後 回到香港仍然會被通緝 然後起訴 另外那十幾個人 竟然繼續可以保釋 我真是不明白了 希望那十幾個不要走 否則被他保釋的裁判局 我想應該要負責任